最近我們家小寶感冒了 然後醫生說 他有快要吃氣管炎的現象 那其實我們也不是不帶他去看醫生 是因為這個小子 超級難胃藥 超級 我不知道他用幾個超級來形容他的難胃藥 小寶,你吃藥好不好 我吃藥 我試過各種方式 包含你想到各種 包含像你去買那個 針頭有沒有 就是那種軟軟的針頭 然後塞到牙根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竟然用吹氣把它吐出來 他在我們把它架出的時候 他就知道要吃藥 然後就開始吹氣,然後藥全部都跑在這裡 然後那個藥是白色的 所以像口吐白目一樣 一點辦法也沒有 然後呢架在所有食物裡面他都吃了出來 他真的很急,連大人都吃不出來 比方說我們加一優格裡 你會說為什麼要加一優格裡 這樣不是不好嗎? 我告訴你,我們父母真的一點辦法也沒有 是 優格裡 再不吃 大家完全是變回的 大家被媽媽吃掉 你吃嗎? 還是馬上問你吃 你是比賽不足夠吃 你在媽媽吃嗎? 你把薄荷吃 不會啦 我怎麼會苦苦的 你幹嘛吃啊? 你最想切我嗎? 為什麼我吃 明明就很好吃 我會苦苦的 他太強了 他的舌頭敏感度至高啊 而且明明就是甜的 他還是會告訴你 苦苦的 醫生說沒辦法 還是要餵 所以我們想問 大家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的小寶 因為目前我們就是用 蒸汽治療機 然後去讓他的彈可以稀釋 然後讓他呼吸可以順一點 但是未來如果遇到還是要吃藥 真的一點辦法也沒有 超高乖的 高乖寶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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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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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我 請訂閱我 好 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